吴国泰甘露寺看新郎 事先呢国泰和孙权商量好了 说事情已经闹到这步上了 我呢看看这刘备吧 如果要是相忠了我就把我女儿许嫁给他 如果我看不忠任你自便 孙权这才在甘露寺这会设下了埋伏 孙权就怕国泰相忠了刘备 等国泰和刘备这么一见面 孙权站在旁边一看 坏了 母亲呢 越看着刘备越高兴 是满面笑容 孙权心说要麻烦 母亲要是相忠了刘备 那我这一计呀就传完了 干脆 我呀摔杯的 不是摔杯为号吗 只要杯子这么一摔假滑跳出来 就把刘备一杀 母亲再怎么生气呀 再怎么怪罪 也晚了 我就招母亲生回气吧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不容孙权多想了 他这手刚抬起来 无意中孙权这么一侧脸 只见刘备身后站着仨人 两个捧宝剑的 一位是大将赵云 这三位可倒好啊 是寸步不离啊 孙权伸出去的这手啊 又撤回来了 心说可不能莽撞啊 刘备带着保驾官呢 真要是把杯子望下这么一摔 没等假滑出来 说不定 保驾的那员大将 保剑就出窍了 再等等吧 就这一刹那 只听国太和乔国老那说 啊国老 你看 玄德 真乃我之家序也 哎呦 国太夸刘备 乔国老怎么一听好啊 有您这句话就成了 这门亲事算定了 他敢能 冲刘备递了一个手势 国老那意思好像是说 玄德共 你赶快磕头谢亲吧 刘备磕头谢亲 国老也敢忙站起来 给国太贺喜 贺喜国太 今日在甘露寺 得此乘龙家序 这乘龙家序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故事 在春秋时期啊 秦穆公 有一个爱女 叫弄玉 这姑娘啊 会吹声 吹得特别好听 秦穆公疼爱女儿 就用一块美玉啊 给做了这么一个声 姑娘每当吹起这声来的时候啊 天空中是彩云飞舞 这声吹得太好听了 有金石之声 为此秦穆公给女儿修了这么一座台 叫凤台啊 让这位公主没事吃饱了喝足了 就坐在这台上吹声 一轮二去 这姑娘大了 也得找个人家呀 秦穆公和女儿这么一商量啊 这公主就说了 说您要给我找个丈夫可以 但是有个条件 我不论其长得好坏 首先一条 他得会吹声 吹得还得比我好 这下麻烦了 在当时秦国呀 根本找不到 这么一个吹声 吹得比弄玉还好的 秦穆公就告诉手下的大臣 到处访寻呢 后来还真访着了 就在华山 仿着了一位艺人 这艺人不是艺术的艺 是奇艺的艺 此人姓萧名史 这人会吹萧 华山的百姓啊 都特别爱听他吹萧 一吹起这萧来之后 是白鸟和鸣啊 这位大臣就把这萧使 给领到朝里来 一见秦穆公 穆公一看 哎呦 这小伙子长得不错呀 和女儿的年龄也相当 一问他 说你会不会吹声啊 萧使说我不会吹声 我就会吹萧 秦穆公一瞎 这不行 我女儿啊 找丈夫要找一个会吹声的 你呀 算了吧 被萧使给打发走了 公主弄玉知道了 告诉他父亲 您把他叫回来 让他吹吹 我听一听 萧声一礼啊 道理是一样的 秦穆公又把萧使给找回来 让他呀 坐在殿前这吹 萧使一吹这萧啊 哎呦 可了不得了 吹得那对对白鹤飞舞 把所有的鸟全吹来了 这些鸟啊 合着这萧声 是白鸟齐鸣 都把这些文武大臣给吹傻了 当时公主弄玉 是拍掌称快 姑娘啊 告诉秦穆公 说这萧使 就是我的丈夫了 就这么就成亲了 成亲之后啊 这夫妻两个 整天坐在凤台上 对着吹 这边吹声 那边吹萧 热闹极了 吹着吹着 忽然有这么一天 解天上 吹起了一条龙来 又吹来了一只缝 这萧使啊 就骑着这龙 公主弄玉 跨着这个缝 夫妻双双 上了天了 这是个传说 虽然是传说 可是从这儿留下了这么一句成语 叫乘龙 家序 今儿个在甘露寺这儿 乔国老给国太贺喜 说您哪 得了一位乘龙家序 那刘备啊 就比作那位萧使了 老国太光盛的乐了 吩咐人当时就在方丈市摆酒 在人家这庙里头 方丈市大吃大喝 连酒带菜 一劲直上烤鸭子 这行吗 也照样 鸡鸭鱼肉什么都有 形状相似 但是是斗质品 素的 酒呢 酒是真的呀 佛爷也喝酒 不有那么句话吗 酒能通鲜哪 老国太越喝越高兴 忽然间国太 看见刘备身后的赵云了 哎呀 玄德 这是什么人呢 玄德赶忙把赵云叫过来 见过国太 见过孙权 老国太一听 哦 这就是长板坡旧用主的赵云赵子龙啊 真是一位虎将哦 我这门一句 由此虎将辅佐 焉能霸业不成 是啊 有这样的大将保着我姑爷刘备 我家姑爷刘备能不得天下吗 这老太太 您就光记着夸姑爷了 您旁边坐着的那儿子受得了吗 孙权心说行了 我的娘 您别夸了 刘备成了霸业 那我干什么去呀 老太这高兴 孙权这窝囊 国太当时给赵云赐座 让他坐下饮酒 赵云怎么能坐下 什么酒他也不能喝呀 他这保着价呢 在这站一会儿啊 一会儿还得出去转悠转悠 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动静 赵云出来转了一圈 一下子让赵云发现了 他就觉得这配电里啊 隐藏着一股的杀气 隐隐戳戳的 有刀尖在晃动 赵云新说 不好 有埋伏 他赶忙抽身回来了 扶在刘备的耳边 说了几句话 刘备一听啊 刷 脸上颜色有点变了 他赶忙站起来 在国太面前是撩衣跪倒 这刘备也真能拉得下脸来 刚许了亲 他就给这丈母娘跪下了 国太一愣啊 哎 宣德 你这是何意 哎呀 国太 如果要杀我刘备 就明着把我杀了吧 不要暗害于我呀 国太一听啊 此话从何说起 国太 那佩殿之中 有福兵 哎呦 这下可把老国太气坏了 这是谁办的事啊 好大的胆子 难道说吃了雄心爆胆了不成 刘玄德是我的姑爷 那就是我的儿女啊 杀害刘备 就等于杀老身一样 这还了得 把刺客捆来见我 就他老人家这一句话 就把那位贾华给绑来了 这贾华才是个倒霉蛋 昨晚晚上天一黑 就在那佩殿那窝着 闷了一脑袋白毛汗 就等着孙权摔这杯 甘等也没信 光听这无碰杯 现在好国太传令 把他捆来了 他扑通往国太跟前一跪 吴国太就问孙权呢 这是怎么回事 众谋 你给我说 孙权哪说得上来啊 他哪敢说呀 赶囊挺身立体 攻身一礼 母亲 孩儿 孩儿不知 您问 问吕范吧 嗨 吕范差点把酒杯扔地下 心里说主公 您别这么扑啊 您扑到我这儿 我怎么办呢 国太一看吕范 吕范吓得跪下了 国太 这这 这我也不知道 可真的 我说贾华将军 你哪待不了 你怎么上这儿来 躺着了呀 贾华这气 心说你们这叫什么事 啊 贾华看了看孙权 又看了看旅饭 心说你们这也太惨了 你们 把我叫来的时候 你们乌了哗啦的一传令 让我带领这精兵在这埋伏 现在当着老国太 你们怎么都不承认了 好吗 这一窥子盒的船 靠我脑袋上了 现在国太问我 让我怎么说呀 我说我 我来杀刘备 你为什么要杀刘备 我就是自发的 我撑的我呀 我自发的杀刘备干嘛 现在这刘备 是国太的姑爷 这怎么办 我 贾华一声不言语了 心说我认倒没得了 您是杀试寡 就等国太吩咐了 老国太气得直哆嗦 问了你这么半天 你怎么不言语 他没法言语 国太一看 这场面就全明白了 也不用再问 吩咐人来啊 把刺客推出去 赶手 假话一听 哎 完了 你说这死的窝囊不窝囊 这个 乔国老也明白了 知道这是孙权设的圈套 心里说孙将军 你不应该这么做呀 现在老国太一怒之下 要斩假话 这怎么办呢 乔国老一想干脆 这人情啊 还是让玄德做吧 他看看刘备 递了个眼色 那意思 快说个情吧 就你面子大呀 刘备就明白了 您看刘备干别的差点 这方面机灵着的呢 心领神会 马上过来实礼 哎呀 国太 请您刀下留人 在甘露寺子刚刚结亲 就杀大将 于亲不利呀 这本来是个大喜的事吗 那么不管是谁安排的这刺客吧 也不应该杀了他 国太一听 哼 要不是玄德说情 焉能饶恕 把刺客赶撂出去 乱棍赶出啊 劈着啪叉 把这位贾华 有打甘露寺里头 给打跑了 贾华出的甘露寺 带着他那些兵丁 抱头鼠窜 这些兵丁一边跑 一边埋怨 我说贾将军 以后咱们办点撬事不行 您说咱们就招谁惹谁了 黑气败叶在这窝叨的败宿 差点您把脑袋掉了 还别得他这事了 有令则行 他让你这么办 你不办行吗 办完之后 他又不承认 这就叫口大口小 干脆 咱们家里忍着去得了 不说打跑了贾华呀 国太这酒也喝不下去了 他告诉孙权 你好好陪着玄德 在这喝 我回去歇歇了 国老一听 国太要走 我也告辞 刘备和孙权 送走了二老 回来接着喝 赵云这么一看 心说主公 不宜在这多耽搁呀 还是少喝点吧 回管意吧 刘备也有点喝不下去了 心里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既是高兴吧 还有点烦躁 那不喝就不喝了吧 把酒杯这么一推 由孙权陪着刘备 走到了院内 刘备一看 眼前有一块大石 刘备心想 自己漂泊半生 直到现在 也没个落足之地 连个放脚的地方都没有 现在不是有个荆州吗 那不是在那赖着呢吗 不为了这座荆州 自己能到人家南徐来吗 想到这刘备一回身 就把宝剑抽出来了 刘备心想 我给这石头来一宝剑 我要能把它砍开呀 就说明我还有希望回荆州 我要砍不开它呀 大概我这条命 就交给人家东吴了 刘备想着这会儿 把牙关咬 抢步上前 举手一剑 愣把这石头给砍了个大口子 孙权不知道怎么回事 孙权一看 宣德功 您这是何意 这个 刘备哪能跟他说实话呀 他眼珠一转 孙将军 想我刘备出世以来 抱的志向不小啊 我想上报国家 下安离树 重复汉市 可是直到如今 曹贼也未灭 我刚才 堵了一逛 我这一剑砍下去 如果能把石头砍开 是曹贼必灭 砍不开 就没有希望了 孙权看着刘备点了点头 心说你这话呀 是假的 你赌一挂呀 我也赌 孙权把雷霞配剑撤出来了 孙权心想 我也砍这石头一剑 如果能把这石头砍开 就说明这荆州 我还能要回来 要砍不开呀 这希望就不大了 他举手一剑 也把这石头 给砍了到大口子 刘备一瞧 孙将军 您怎么给补了一剑呢 宣德功 方才你这几句话 打动了我 我也早想灭曹 为国出奸 刚才我也堵了一挂 如果能把石头砍开 说明我江东 也能灭曹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好吗 这二位是表面一套 心里一套啊 可把石头砍了俩大口子 从此 这石头起名叫恨石啊 孙权陪着刘备 来到甘露寺的门外 刘备站在这儿是举目远眺 哎呀呀 江南风光 真美呀 远处青山 青山叠翠 历时四溅 卧石如虎 野草烹好 黄花过西 再看那浩瀚的长江 波浪拍天啊 这真是天下第一江山也 哎 以后就在那立了一桶碑 天下第一江山 这碑现在还有呢 就在这工夫 只见远处江面 飘来了一夜偏中 嘿 这个小船 在这江面上飘飘荡荡 刘备乐 难怪人说呀 男人乘船 北人乘马 要讲始船 得人南方人 要讲骑马 那得是北方人 哎呦 刘备无意中 说了这么句话 孙权有点不爱听了 什么 难道我们男人 只会乘船 不会骑马吗 一抬手 马来 旁边有人把马牵过来 孙权上了马 打马扬鞭 飞奔了山下 一转眼的工夫 把马盘回来了 他在马鞍桥上 勒住江绳 玄德公 请看 我们南方人 也会乘马 啊 刘备微笑着点了点头 把我的马带过来 刘备的马牵过来 他飞身上了马了 也跑了这么一大圈 然后 他和孙权 是并马而立 这地方起名 就叫驻马泼了 刘备 饱揽了甘露寺风光之后 辞别了孙权 回了管医 大家都挺乐 这次甘露寺相亲 相成了 军校们都高兴 别看别人都乐 赵云呢 可有自己的心事 他和孙权商量 孙先生 我看咱不能长期住的管医这 国泰在甘露寺先看咱们主公的时候 你没看得甘露寺里边有埋伏吗 说明国泰不知道 准是孙权安排的 咱们要在这待长了 有个一差二挫怎么办呢 是啊 孙权点点头 四将军 您想得周到 我也想到了 正要跟您说 那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这么着吧 甭告诉主公 咱们俩呀 上凤凰寨去的 见紧瞧国老 让他给想个办法 此计甚厚 孙权和赵云到凤凰寨 一见国老就说了 说现在亲事已经定了 我们主公长期住的管义那 这不太合适 那个地方人挺杂 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呢 在那直晃悠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国老一听也挺害怕呀 那么亲都定了 万一要有不知好歹的人 在里边从中作恶 出点意外可怎么办呢 那可不行 好四将军 你来的太好了 我把这事马上 回复国太 瞧个老就上吴国太那去了 跟国太这么一说 国太一听就着急了 可真的 哎呀国老 你来说的太好了 不然呢 我倒把这个事情疏忽了 我的姑爷刘备 长期住在管义那儿 要是遇了害怎么办呢 不行 搬到我的书院来 就在我这隔壁 就把刘备啊 这搬这儿来了 赵云就跟刘备说了 我找的乔国老是这么这么回事 刘备一听 哎四弟 你这个事做得好啊 干脆咱们一不做 二不休得了 刘备又跟国太说 说我虽然搬来了 那还有五百士族呢 恐怕咱们时间一长 要滋事怎么办呢 就是闹事啊 干脆让他们也搬过来得了 国太一听那算得了什么呢 都搬了呢 五百人搁得下嘛 一千五也搁下了 就这么这样 刘备他们离开了管义 就搬到这书院来了 住在丈母娘的眼皮底下 这回安全多了 乔国老啊 又来找国太来了 说国太 亲已经定了 郡主也老大不小的了 我看尽快给他们完婚得了 国太一听 国老说的在里呀 不过我想 给小女上香 再准备准备 嗨 国太 您准备什么 大不过就是些庄联呗 就是陪送的嫁妆 您这心思我明白 用不着 您家郡主许配给了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 将来呀 刘备一定能面南北北登基坐殿 刘备当了皇帝 那您的女儿就是正宫皇娘了 有什么可准备的呀 国老几句话说的 这吴国太是满面春风啊 哎呀 国老 你真会讲话 好 我告诉孙权 给我的女儿完婚 那不就一句话吗 老国太把令传下来了 马上就结亲呢 孙权一看麻烦了 这怎么办呢 他急急忙忙给周瑜写了一封书信 说现在您这计策呀 咋了 是木已成舟 生已做成熟饭 该当如何 请嘟嘟您 再想个主意 把书信发出去了 这就开始搭棚办事 东院里搭棚娶媳妇 西院里搭棚聘姑娘 这大喜棚搭出去失利利 那么成啊 分谁娶谁啊 这谁结亲呢 整个南徐是张灯结彩 举城欢庆 文武百官都来祝贺 刘备刘玄德 狮子裴红 双叉金花 和郡主孙上香 拜罢了天地 入洞房 有没有闹洞房的 谁敢上这儿闹来 啊 你不看看这新娘子是谁 不才新娘子武艺高强 而且还是东屋主孙权的泡妹 这儿闹洞房 小心脑袋 所以挺肃静 哎 刘备在前面应酬完了之后 有两个小童儿搀扶着 就搬这洞房来 刚走在这洞房门口这儿 刘备举目这么一看 啊 只见房门前是密白刀枪 吓得刘备 腾腾往后倒退好几步 他净净净打了一个冷战 当时把这位刘备 喝得是浑飞 破散 炸